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 韩国的文外品产剧烤梗 梗梗用韩语说的 梗梗是用粘成面的精米 糯米 或者其他的穀物 蒸好以后做的 梗梗的味道甜 口感也很有残性 韩国四季番里 在韩国每个季节 人们都会吃多样的食材做了梗梗 比如印尼一月一日春节的时候 人们会喝年糕汤 用韩语说 年糕汤是把长条年糕切成薄片 然后和各种食材一起煮 煮好以后热乎乎的 非常适合冬天喝 在春节喝年糕汤的这个方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又长大了一岁 印尼三月三日用韩语说 在这一天 人们为了迎接春天的大蕾 会吃金黛莱花年糕饼 这个年糕饼是把粉红色的花瓣 放在用年糕做的面团上 然后一起煎的 印尼八月十六日中秋节的时候 人们都会吃的年糕用韩语说 葱盆 葱盆是放入芝麻 稻子栗子以后做成搬叶型的年糕 除了这些节日 在孩子出生生日或者搬家的时候 也会把年糕作为礼物 送给情伴好友和领芝们 到现在除了传统年糕 外国食材 所以腊肠年糕成为了不但受韩国人喜爱 而且也受外国人欢迎的食物 在现今 很多人在过生日的时候 他们也会选择用米粉代替面粉 做成的年糕蛋糕 盈糕蛋糕也越来越受到看中健康的 现代人的欢迎 盈糕是韩国人又喜爱又倍感 自豪的银式文化之一 用韩语说道 所以我想为大家介绍他 也想和喜爱韩流文化的 传续界随 一起相互交流 谢谢大家